金庸武侠小说《鹿顶记》第四十八回 都护玉门关不设,将军同住届重标 播讲人郑湛江 当晚,韦小宝和双尔在总督府的卧房中就寝 炉火生得甚旺,湖被雕入,一世皆春 这是他的旧游之地 掀开床边大木箱的盖子一看 箱中放的却是军服和枪械 双尔微笑道 相公盼望箱子里,又钻出个罗刹公主来,是不是? 微小宝笑道 你是中国公主,比罗刹公主好得多 双尔笑道 可惜你的中国公主在北京,不在这里 微小宝道 好双尔,咱们今日算不算大功告成 双尔奄然一笑双甲运红 他虽和微小宝做夫妻已久,听得丈夫调笑,却仍有羞涩之意 微小宝搂住了他腰,两人并坐床言 微小宝道 你拼准地图花了不少心血,咱们终于拿到鹿顶山,皇上奉我为鹿顶宫,这座城池多半是让我管了 这山底下藏得有无数金珠宝贝,咱们慢慢绝了出来 我微小宝可得改名叫做微多宝 双尔道 相公已有了许多金子银子,几辈子也使不完了 珠宝再多也是无用 我瞧还是做微小宝的好 微小宝在他脸上轻轻一吻,说道 对对,这些日子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要是绝宝吧,只怕挖断了满洲龙脉,害死了皇帝 皇上向来待我不错,害死了他,未免对不住他 不绝宝吧,又觉得可惜 这么着,咱们暂且不绝这宝藏 等到皇上御驾升天,咱们又穷得要饿饭了 那时候再绝不迟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木箱中轻轻咔的一响 两人使个眼色,注视木箱 过了好一会儿,却更无动静 微小宝双掌轻轻拍了三下 双儿过去开了房门 守在门外的四名亲兵攻神听令 微小宝指着木箱低声道 里面有人 四名亲兵吃了一惊 想到箱边掀开箱盖 却见箱中盛满了衣物 微小宝打个手势 亲兵搬开衣物 揭开箱底,露出一个大洞 便在此时砰了一声巨响 洞中放了一枪出来 一名亲兵啊的一声尖头重弹 向后便倒 双儿盲将微小宝一拉 扯到了自己身后 微小宝直指探炉 做了个轻盗的手势 一名亲兵过去端起探炉 便往洞中倒了下去 只听得洞中有人 以罗刹话大叫 别倒火,投降 跟着咳嗽不止 微小宝以罗刹话叫道 先把火枪抛上来 再爬出来 洞中抛出一杆短冲 跟着一名罗刹兵探头出来 一名亲兵抓住他头发一拉 另一名亲兵伸刀架在他颈中 那兵胡子着了火 乌滋未息 只疼得哇哇大叫 狼狈异常地爬了出来 微小宝道 下面还有人没有 洞内有人叫道 还有一个 投降,投降 微小宝喝道 抛枪上来 洞口白光一闪 抛上来一瓶马刀 跟着一团火烧了出来 原来这名罗刹兵烧着了头发 在门外守卫的亲兵 兵的大帅防冲有警 又奔进数人 其八名亲兵揪住了两名罗刹兵 扑灭了两人头发胡子上的火焰 反绑了富重 微小宝忽然指着一名罗刹兵叫道 咦 你是王八死鸡 那兵连露喜色道 是是 中国小孩大人 我是华伯斯基 另一名罗刹兵也叫了起来 中国小孩大人 我 我是 齐罗诺夫 微小宝笑他凝视半嗓 见他胡子烧得七零八落 脸上也烫得又红又肿 但终于认了出来笑道 对了 你是 诸罗诺夫 齐罗诺夫大喜叫道 对对 中国小孩大人 我是你的 老朋友 华伯斯基和奇诺诺夫都是索菲亚公主的卫士 当年在亚克萨城和韦小宝同聚莫斯科 两人在列宫随同火枪手造反 着实立了些功劳 索菲亚公主执掌国政后 酬庸从龙之势 将身边卫士都升了队长 其中四人 东来想立宫劫掠 当兵败成破之时 一人战死 一人冻死 余下这两人 悄悄堵入地道 想出城逃走 拿着城外地道口 早已堵死 两人进退不得 终于行迹败露 当年韦小宝分别叫他们为 王八死基和诸罗诺夫 两人哪知其意 直到中国小孩发音不正 便即答应 听公主叫他为中国小孩 初时也跟着一般称呼 带着韦小宝立功 公主封了他爵位 中位时便称之为中国小孩大人 韦小宝问名来历 命亲兵松绑 带出去取九十款带 众亲兵生怕地道中尚有奸细 钻进去搜索了一番 查知房中此外更无地道伏辟 这才退出 亲兵队长心下惶恐 连声告罪 心想真是绞天之幸 倘若这两名罗刹兵半夜里 从地道中钻将出来 赐死了韦大帅 自己被满门抄斩不可 此日韦小宝叫来华伯斯基和奇罗诺夫两人 问起索菲亚公主的近况 二人说公主殿下总理朝政 罗刹全国的王公大臣将军主教 谁也不敢违抗 两位沙皇年纪又小 一切也都听姐姐的 奇罗诺夫道 公主殿下很想念中国小孩大人 吩咐我们来打听你的消息 要我们见到你后 请你再去莫斯科玩玩 公主重重有赏 华伯斯基道 公主殿下不知道是小孩大人 带兵来打仗 否则的话 大家是亲爱的甜心 是好朋友 这仗也不用打了 魏小宝道 你们胡说八道 骗人 两人独咒发誓 说道千真万确 绝计不假 魏小宝寻思 皇上本来要我设法 跟罗刹国讲和 不方便叫这两个家伙 去跟索菲亚公主说说 说道 我要写一封信 你们去送给公主 不过 我不会写罗刹蚯字 你们带我写吧 华伯斯基和奇罗诺夫 面面相觑 均有难色 他二人只会骑马放枪 说道提笔写字 却也是一窍不通 奇罗诺夫道 中国小孩大人要写情书 我们两个是干不来的 我们 我们去找个教室来写 魏小宝答应了 命亲兵带二人去罗刹祥人中寻找 过不多时 两人带了一名大胡子教师到来 其实罗刹军人大都不识字 随军教师除了祈祷上帝 激励士气之外 还有一门重要职司 便是代替兵将 代写家书 那教师穿了清兵装素 衣服太小 金金裹在身上 显得十分可笑 他吓得战战兢兢 随着两名队长参见韦小宝说道 上帝赐福中国大将军大绝业 愿中国大将军一家平安 魏小宝要他坐下说道 你给我写封信 给你们的索菲亚公主 那教师连声打印 清兵早已在桌上摆好了文房四宝 那教师手持毛笔 铺开宣纸 弯弯曲曲的写起了罗刹字来 但却那毛笔柔软无比 笔话忽粗忽细 说不出的别扭 却不敢有半句话评论中国笔墨 只怕惹了这位中国将军生气 小宝道 你这么写 自从分别之后 常常想念公主 只怕娶了公主做老婆 那教师吓了一跳 手一颤 毛笔在纸上涂了一团墨迹 齐罗诺夫道 这位中国小孩大人是索菲亚公主殿下的甜心 公主殿下很爱她的 常说中国情人胜过罗刹情人一百倍 他要讨好伟小宝 不免张大其辞 那教师诺诺连声 道 是是 胜过一百倍 一百倍 他心神不定 魂丝智智 却又不敢执笔沉吟 只得将平日用惯的 沉枪烂吊都写了上句 竟是罗刹兵写给故乡妻子 情人的肉麻词句 什么亲亲好甜心 我昨夜又梦见了你 闻你一万次之类 不遗而足 伟小宝见他比走如飞 大为满意 说道 你们罗刹兵来占我中国地方 杀了许多中国百姓 中国大皇帝十分生气 派我带兵前来 把你们的兵都捉住了 我要将他们割成一条一条 都烧成侠书尼克 那教师大吃了一惊 啊的一声说道 我的上帝 魏小宝叙道 不过 瞧在你公主的面上 战时不割不烧 如果你答应以后 罗刹兵再也不来 犯我中国将界 中国和罗刹国 就永远是好朋友 要是你不听话 我派兵来杀光你们的 罗刹男人 你就再也没有 罗刹男人陪着睡觉了 你要男人陪着睡觉 天下只有中国人了 那教师心中大不以为然 暗道 天下除了罗刹男人 并非只有中国男人 这句话也太没有道理 又觉得这种无理的言语 绝不能对公主说 决一改写几句 又恭敬又亲密的话 料想这中国将军也不识得 但他为人谨细 生怕给瞧出了破绽 将这几行文字 都写成了拉丁文 写避之后 不由得脸露微笑 微笑宝又道 险下我差 王巴斯基和朱罗诺夫 送这封信给你 又送给你礼物 你愿意做我情人 还是做我敌人 你自己决定吧 那教使又将最后这句话 改得极尽恭敬 写道 中国小臣私募殿下厚恩 谨献共物 以表忠臣 小臣有生之年 皆殿下不二之禅业 期盼两国和好 比罗刹被扶军民 重归故国 使出殿下无量恩德 最后这句话 却是出于他的私心 料想两国 倘若何意不成 自己和其余的罗刹祥人 势必客死一乡 永远不得归国 尾小宝对他写完道 完了 你念一遍 给我听听 那教使双手捧起信间 朗读 念到自己改写之处 却仍照尾小宝的 原意读出 尾小宝会讲的罗刹话 本就颇为有限 听来似乎大致不错 哪料得他 竟敢任意篡改 便点头道 很好 取出福远大将军之印的黄金印信 在信间上盖了珠印 这封情书不像情书 公文不似公文的东西就搞成了 尾小宝命那教使驾却领赏 吩咐大营的师爷将信封入封套 在封套上用中国文字写上索菲亚公主的名字 那师爷摩得浓墨 占得薄笔 第一行写道 大清国服远大将军 陆顶公为凤书 第二行写道 俄罗斯国摄政女王 苏菲侠 顾伦常公主殿下 罗刹尔字 于佛经意为魔鬼 以致称呼俄国 颇寒轻辱 文书之中 便称之为俄罗斯 那师爷又觉 苏菲亚三字 不堪雅训 这妃字 令人想起芳草妃妃 似乎讥讽他 全身是毛 于是写作了苏菲侠 既和洛侠与孤舞其妃之典 又有菲侠扑面之美 顾伦常公主 是清朝公主 最尊贵的封号 皇帝的姐妹 是长公主 皇帝的女儿 是公主 子女贵为摄政 又是两位 并肩沙皇的姐姐 自然是头等公主了 大家听得 韦小宝笑道 这个罗刹公主 跟我是有一首的 几年不见 不知他怎样了 那师爷在封套上 又写上两行字 夫和荣笛 国之福也 如乐之河 无所不邪 情于子乐之 心想 这是左传中的话 只可惜 罗刹乃荣笛之邦 未必能懂得 中华上国的经传 其中双冠之意 更不必解 翘眉眼 坐给瞎子看 难免有 明珠暗头 只叹了 其实不但 俄罗斯国 顾伦常公主 苏菲霞 绝技不懂 这几个中国字的含义 连大清国 服远大将军 陆顶恭维 除了识得自己的名字 和两个人字之外 也是只字不识 见那师爷 在封涛正反面 都写了字 说道 够了够了 你的字写得很好 胜过罗刹大胡子 他分布师爷 备救一批贵重礼物 好在都是从雅克萨城中 福祸而得 不用花他分文本钱 再将华伯斯基 齐罗诺夫 两名队长传来 叫他二人 从罗刹兵中 挑选一百人 作为卫队 立刻前往莫斯科送信 两兵队长大喜过望 不助鞠躬称谢 又拿起伟小宝的手 在他手背上连连亲吻 伟小宝的手背 被二人的胡子擦得酸痒 忍不住哈哈大笑 雅克萨成小 容不下大军助长 当下伟小宝和钦差 及索恶徒商议了 派狼弹 林星珠二人 率兵两千 在城中防守 大军南悬 协助艾辉 胡马尔二城后旨 伟小宝临行之际 郑重丁宁郎坦林星珠二人 绝不可在雅克萨城中 开凿水井 挖掘地道 大军南行 韦小宝 索额图彭春等 住在爱辉 萨布苏令帅乙军 住在呼马尔 韦小宝 命罗刹降兵 改川清军装塑 派人交受华语 命他们将 吾皇万岁万万岁 圣天子万寿无疆 中国皇帝德贝四海 皇恩浩荡 等句子贝得烂数 然后派兵押向北京 要他们在京师大街上 一路高呼 朝见康熙时 更需大声呐喊 说道 岳师喊得有劲 皇上赏赐欲后 匆匆数月 冬近春来 为小宝在爱辉住的叔父 却记挂着阿科 苏全等几个妻子 和虎头等儿女 曾连遣清兵送物回家 六位夫人 也各有衣物用品送来 大家知他不识字 家书却良免了 只是命清兵带了口信 说家中大小平安 盼望大帅早日凯旋归来 过得二十多天 康熙搬来赵书 对出征将士 大家嘉奖 韦小宝称为二等陆顶宫 其余将士各有声赏 传者的钦差 将一只用火器印封住的木盒 交给韦小宝 乃是皇上遇赐 韦小宝磕头谢恩 打开木盒不减一呆 河里是一只黄金饭碗 外上刻着 宫中体国四字 依稀便是当年狮郎送给他的 只是花文字迹具有破损 却又重新修补完整 韦小宝记得 当年这只金饭碗放在 同伴胡同伯爵府中 那晚仓皇逃走 并未携出 以宁司间 以宁凄礼 定是那晚炮弓伯爵府后 前锋营将士将府中残损的圣物 开具清单 成交给皇帝 这只金饭碗已打烂了一次 这一次可得好好捧住 别再打烂了 为小宝心想 小皇帝对我道讲义气 咱们有来有往 我也不绝他的龙脉 当晚大宴钦差 猪将相陪 宴后开赌 再过粤语 康熙又有上誉到来 这一次却是大家深斥 说为小宝行事胡闹 要罗刹降兵大呼万寿无疆 实在无聊之至 上誉中说 为人君守牧者 当上体偏心爱护黎民 罗刹虽蛮夷化外之邦 其小民也仁也 既降福归顺 不应服辱弄屈辱之 辱为大臣 须建君以人民爱民之道 这若有惠于民 虽不受也为民君 若交往残略 则万寿无疆 徒苦天下而已 大臣陷于邪命 致君于不得 其罪最大 惬意为戒 为小宝这次马屁 拍在马脚上 碰了一鼻子灰 好在脸皮肾后 也不以为意 对着船只的钦差 大骂自己该死 心想 天下哪有人不爱戴高帽的 并是这些罗刹兵 中国话说得不好 把皇上听得糊里糊涂 留着他生气 将教授罗刹兵 华语的几名师爷叫来 痛骂一顿 骂完之后 拉开桌子 便和他们赌钱 适得几把头子 早将康熙的训诫 抛到九霄云外 这日经中 又有上誉搬来 其命伪小宝和索额图 为义和大臣 与罗刹国议定合约 又派来湘黄旗汉军 都统一等宫 童国刚 护军统领马赤 尚书阿尔尼 左都御使 马齐四人相助 童国刚宣读上义以弊 又取出一通 公文宣读 却是罗刹国两位沙皇 给康熙的国书 这时已由在北京的 荷兰国传教士 议成了汉文 国书中说道 谨奉尚浮远华夏 洋溢还宇 率贤臣 共图治理 分任疆土 满清尖同 声名远拨 大圣皇帝曰 向着父阿列克 西米 汉罗为汉 曾使尼果来等 赖书至天朝通好 以不安中国典礼 言语极止 漏笔无文 望宽幼之 至宋阳皇帝 传谬诗理 也应地处荒原 典礼素未所致 信未见罪 皇帝在西所赐之书 下国无通解者 未寻其故 吉尼果来等归问之 但恕天朝大臣 以不还 波陶人 根特木尔等 并骚扰边境为此 禁闻皇帝兴师 汝林敬上 有失通好之意 如果下国鞭民 构性作乱 天朝前使民事 自当严治其罪 何须动辄干戈 金奉诏书 息息尾端 足令下国所发将士 到时切勿交兵 恭请明察我国作乱之人 发回正法 除四前使臣义定边界外 先令为启 福尔为牛高 义帆 法俄罗瓦等 兴持赖书以行 启彻亚克萨之为 乃详细作书 小御下国 则诸事皆请 永远起跳意 上国大臣 韦小宝阁下 昔年 曾建之于我 皇姐 摄政女王 索菲亚殿下 远邻我 京师莫斯科 波乱反正 有大功于下国 此上国之会也 下国君臣 不敢有望 谨奉仲礼 献于大胜皇帝陛下 以赐仲礼 奉于韦小宝 大臣殿下 已是下国 诚信修墓之中 同国刚读了国书后 事业将书中一死 向韦小宝及重将 详细解释 这是军中通力 文书来往 文字有时颇为艰深 带兵将官 不识字者 故多 就算读过几年书的 所时也颇为有限 军中文书来往 观设军机大事 如有误解 干系重大 因此满洲军制 有师爷解释文书的规定 同国刚笑道 这位罗刹国 摄政女王 对韦大帅 颇念旧情 送来的礼物 着实不少 皇上吩咐兄弟 一并带了来 叫韦大帅收纳 韦小宝 拱手道 多谢多谢 又道 罗刹人不懂礼节 不说自己的礼物很轻 却自吹自擂 说礼物很重 送给皇上的是重礼 送给我的 是什么次重礼 也不怕人笑话 通过刚道 是 韦大帅 陷到京城去的 罗刹祥人 皇上亲家审讯 发现小兵之中 混有一个罗刹大官 魏小宝 啊的一声叫道 有这等事 通过刚道 这人十分狡猾 混在小兵之中 丝毫不懂声色 那日皇上 足批审讯祥人 一名荷兰传教士 做通议 审到后来 皇上对那传教士 说了几句拉丁话 罗刹祥人中 有一名小卒 忽然脸露 诧异神色 皇上问他 是不是懂得拉丁话 那个小兵 不住摇头 皇上便用拉丁话说 将这个小兵 拉出去砍头 那小兵脸色大变 跪下求饶 供认懂得拉丁话 五小宝问道 拉丁话 是什么话 什么罗刹人 拉壮丁 挑军粮之时的话 皇上怎么会说 通过刚道 皇上聪明智慧 无所不晓 罗刹人拉壮丁时 说的话 那也会说的 魏小宝道 为什么罗刹人 平时说的话 皇上不懂 拉壮丁时说的话 却又会说 通过刚无法回答 笑道 这中间的理由 咱们可都不懂了 下次大帅 朝见皇上之时 自己磕头请问吧 魏小宝点点头 问道 那个罗刹人后来怎样 通过刚道 皇上细细审问 那人终于无法隐瞒 一点点吐露了出来 原来这个人叫做 亚尔青斯基 是尼姆楚 亚克萨两城的都总督 众人一听 都不仅啊的一声 魏小宝道 这家伙的官可不小啊 东国刚道 可不是吗 罗刹国派在东方的官 以他为最大 亚克萨破城之日 定是他改穿了小兵的服色 一直给他瞒过了 魏小宝摇头笑道 攻破亚克萨城那天 罗刹的将军 小兵 大官 小官 各个拖的金光 瞧来瞧去 每一个都是这么一回事 实在没什么分别 不见得 官做得大了 那话也大些 兄弟的 这个大官认他不出 倒也不是我们的错处 众将哈哈打笑 向东国刚解说 当日攻破亚克萨城的情景 东国刚笑道 原来如此 这也难怪 皇上说道 魏小宝勤祸 罗刹国 尼不楚 亚克萨二城 都总管 功劳不小 不过他以为此人 只是寻常小兵 办事也太糊涂了 将功折罪 此事无赏无罚 魏小宝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地道 皇上恩典 奴才感激之之 通国刚道 皇上审问 这雅尔卿司机 几年审问了六天 罗刹国的军政大事 僵于物产 什么都盘问背戏 皇上当真是天纵英才呀 又从这雅尔卿司机身上 发现了一个秘密 以为大帅说 这人背秦之时 身上一丝不挂 哪知他竟有法子 暗藏秘密文件 魏小宝骂道 他奶奶的 这二仙死机 实在诡计多端 下次见到了他 非要他好看的不可 这秘密文件 又藏在什么地方 难道藏在屁 屁 通过刚道 罗刹人朝见皇上之前 自然全身都给 御前侍卫 仔细搜过 头发 胡子 都要摸过 裤子和靴子 更要脱下来 瞧过明白 凡帮之人心怀叵测 倘若身怀利器 那还了得 这个雅尔卿司机 当然也曾细细搜过 身上更无别物 可是皇上 洞察入微 见他右肩上 凸起了一块 又时时 斜眼去瞧 便问他手臂上 是什么东西 雅尔卿司机 拉起袖子 手臂上 绑了厚厚的绷带 说是在雅克萨城 受的伤 皇上叫他 走上前来 用力在他手臂上 捏了一把 雅尔卿司机 哎呦一声叫 声音中 却不显得 如何疼痛 魏小宝笑道 有趣 有趣 这罗刹鬼 受伤是假的 通过刚道 可不是吗 皇上当即 吩咐侍卫 将他手臂上的绷带解下 雅尔卿司机 面如土色 只吓得全身发抖 伟大帅你猜 绷带之中 藏着些什么 魏小宝道 你刚才说秘密文件 难道就是 这一调调 通过刚拍手笑道 正是 难怪皇上 时时赞理聪明 果然 一猜便着 那雅尔卿司机 绷带中所藏的 赫然便是一份文件 是罗刹国 沙皇给他的秘语 皇上叫荷兰传教士 译了出来 抄得有副本在此 从封套中取出一份公文 大声读了出来 如应向中国皇帝说之 领有全部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独裁大君主皇帝 即大王兼多国之 俄皇陛下 皇为远界 已有多国君主 归一大皇帝陛下 最高统治之下 比中国皇帝 也应求得领有 全部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独裁大君主 皇帝陛下恩惠 归赴大皇帝陛下 最高统治之下 大皇帝陛下 必将爱护中国皇帝 于皇恩浩荡之中 并保护之 以免于敌人之侵害 比中国皇帝 可独得归一大君主陛下 处于俄皇陛下 最高统治之下 永久不遇 并向大君主纳入共赴 大君主皇帝陛下 所属人等 应准在中国 及两境内自由营商 为此比中国皇帝 应准将大皇帝陛下之使臣 放行无阻 并向大皇帝陛下 致书答复 通国纲读一句 韦小宝骂一声 放屁 在他读完 韦小宝已骂了几十句放屁 通国纲道 皇上圣誉 罗刹人野心勃勃 无礼已及 下载到密誉的 罗刹皇帝 是现今两位沙皇的父亲 已经死了 那时他还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厉害 现下罗刹人吃了苦头 想来已不敢像从前 那么放肆了 不过跟他们 议和之使 还在软硬兼施 不能轻忽 韦小宝道 正是 皇上吩咐了的 咱们狠狠地 打他们几个嘴巴 踢他们几脚 又在他们肩上拍一拍 背上摸摸 通国纲道 那个什么摄政女王 就狡猾得很 他假装不知 亚克萨已给我们攻下 所以下令罗刹兵 不跟我们交锋 可是国书之中 却又露出了马脚 请皇上将抓住的罗刹人 发回给他们正法 微小宝笑道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送给我几张貂皮 几块宝石的刺重礼 就想我们放了他的官兵 通过纲道 皇上吩咐 罗刹人既然求和 跟我们义和也是不妨 不过咱们需带了大军过去 跟他们定个城下之盟 微小宝问道 什么叫做城下之盟 通过纲道 两国交兵 咱们大军围了藩帮的城池 藩帮求和 在他城下签订合约 那就叫做城下之盟 这藩帮虽然不算投降 总也是认输了 微小宝道原来如此 其实咱们出兵 把尼不楚拿了下来 也不是什么难事 通过纲道 皇上胜誉 再打几个胜仗 本来也是挺有把握的 不过罗刹是当时大国 属下统侠的小国很多 他们在东方 如果败得一塌糊涂 威风大师 属下各小国就要不服 这样一来 罗刹非点起大军来报仇不可 那就兵或连结 不是打到何年何月方了 皇上盘问了那雅尔勤斯基 得知罗刹国在西方 另有一个大国 叫做瑞典 和罗刹国之间的大战 有一处激发之势 罗刹倘若东西两边同时打仗 很是头痛 咱们趁此机会 跟他定立合约 必定可以大占便宜 至少可以保得北疆 一百年太平 魏小宝大胜之余 颇响一鼓作气 连尼不楚也攻了下来 听得皇上答应 罗刹求和 很绝没瘾 但这是皇上的决策 他要搞什么 什么什么之中 什么千里之外 字也难以为止 转念又想 你是皇上的舅舅 也是我老婆的舅舅 排起来算是我的长辈 你是一等公 我只是刚生的二等公 这次跟罗刹人一合 皇上却派你来做我副手 皇上给我的面子 可也不小了 同国刚的父亲同国赖 是康熙之母 孝庄官后的父亲 乃是汉人 因此康熙的血统 是半汉半满 佟托赖此时已死 佟国刚 世袭为一等公 佟托赖早年在关外 便归附满清 输香黄旗 军功甚注 名气很大 韦小宝却觉得 他的名字太差劲 徒赖徒赖 说明赌输了想赖 堂堂国杖算什么玩意 当晚张燕接风之后 众大臣 在韦大帅倡议之下 赌了几手 佟国刚果然输了 但六百两银票 推了出来 却满不在乎 毫无图赖之意 韦小宝 见他输得爽快 并无富风 不仅颇为诧异 回到房中 上床睡下 这才恍然大悟 他名叫 铜骨光 化名要在骨牌上 输清光了 此人 毒品极好 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次日 韦小宝和众大臣商议 大家说 既要和对方定城下之盟 不妨就此 将大军开去 一一代劳 韦小宝点头称是 传下将领 艾辉和呼马尔城 两军齐发 到尼布楚 城下会师 其实已是夏季 天暖雪荣 行军甚变 这日行至海拉尔河畔 前锋来报 有罗刹兵一小队 带兵队长 求见大帅 韦小宝 船舰队长 原来是华伯斯基 和齐罗诺夫两人 韦小宝喜道 很好很好 原来是王巴斯基 和朱罗诺夫 两人攻身行礼 呈上索菲亚公主的复书 那名罗刹船教士 这时人在清军大营 已被虚用 康熙为了议和签订文书 又前来一名荷兰传教士相助 韦小宝传领教士入账 吩咐他们传译公主的复兴 那罗刹教士 那日创改韦小宝的情书意愿 这时心中大为赘赘 唯恐在公主回信中露出了马脚 忙取过信来看了一遍 这才放心 那荷兰传教士当下 将罗刹文译成华语 信中说道 分别以来实时思念 判合约签成之后 韦小宝赴莫斯科一行 以须故人之情 韦小宝得两国君主宠爱 许当从中说明种种误会 消除隔阂 树立两国万事和好之机 信中又说 中华和罗刹分居东西 并视为大国 联手结盟 即可宰治天下 任何国家均不能抗 若一和不成 长期战争 不免两败俱伤 因此 盼望韦小宝促成此事 与中华固为建立大功 罗刹国也必另有众筹 又请韦小宝向中国皇帝进言 放还被俘的罗刹国将士 彼得和其家人甜心 相聚云云 荷兰教士传译已毙 回小宝见华伯斯基和奇罗诺夫两人 连失眼色 直到另有别情 于是命两名传教士退出 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华伯斯基道 公主殿下要我们对中国小孩大人说 公主殿下很想念你 罗刹男人不好 中国小孩大人天下第一 一定要请你去莫斯科 我小宝哼了一声心道 这是罗刹迷汤 可万万信不得 奇罗诺夫道 公主殿下另有几件事 要请中国小孩大人办理 这是公主殿下送给你的 说着 从景象中举下一条铜链 链条下系着一只隔囊 华伯斯基也是如此 想是二人长途跋涉 怕有失落 因此用铜链系在井中 两只隔囊的囊口都用铜锁锁住 华伯斯基又从腰带挤下一枚钥匙 去开了奇罗诺夫的铜锁 奇罗诺夫也用自己的钥匙 去开了华伯斯基锁鞋隔囊的铜锁 两人恭恭敬敬地将隔囊放在 韦小宝面前桌上 韦小宝倒转隔囊 铃铃声响 清出数十枚宝石来 色彩缤纷 灿烂辉煌 都是极大的红宝石 蓝宝石 黄宝石 另一只隔囊中成的则是钻石和翡翠 正是满账宝光耀眼生花 韦小宝生平珠宝见过无数 但这许许多多大颗宝石聚在一起 却也是从所未见 笑道 公主送给我这样的众礼 可当真生受不起 华伯斯基道 公主殿下说 如果中国小孩大人办成大事 还有更贵重的礼物送给你 又有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格萨克 达旦 瑞典 波斯 波兰 日尔曼 丹麦是国美女 美国一名各个年轻美貌 都是处女 绝非寡妇 一起送给中国小孩大人 魏小宝哈哈大笑说道 我七个老婆已经应付不了 再有十个美女 中国小孩大人立刻就一命呜呼了 华伯斯基脸称 不会的 不会的 这十个美貌的处女 公主殿下已经备好 我们亲眼见过 个个像玫瑰花一样的相貌 牛奶一样的皮肤 叶鹰一样的声音 魏小宝怦然心动 问道 公主殿下要我办什么事 齐罗诺夫道 第一见 两国和好 公平划定疆界 从此不再交兵 魏小宝心想 小皇帝正要如此 这一件办得到 说道 你们罗刹国西边 有一个瑞 瑞什么国 派来了使者 要和我们一起出兵 东西夹攻罗刹 把你们的国家平分了 那时候什么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不大不小 中俄罗斯 黑俄罗斯 白俄罗斯 五颜六色 花俄罗斯 各种美女 要多少 有多少 也不用你们公主 殿下送了 何况每样只送一名 也太寒纯小气 两名罗刹队长一听 都大吃一惊 其实瑞典国王 查理十一世在位 也是个英明有为的少年君主 整军金武 颇有意东征罗刹 日来大队兵马 远远向东开拔 莫斯科朝廷中 文武大臣正以此为忧 不料瑞典 尽快想要和中国联盟 罗刹虽强 但如父辈受敌 那就大失趋矣 美小宝 见了两人脸色 直到自己虚晃一招 已然生效 便道 可是我和公主殿下 是甜心好朋友 怎能答应瑞什么国的蛮子 现下我们中国皇帝 还没拿顶主意 如果罗刹国 确然诚心求好 我可以赶瑞什么国的使者 回国 两名队长大喜 连称 罗刹国十分诚意 半点不假 请中国小孩大人 快快把瑞典国的使者赶出去 最好是一刀砍了他的头 魏小宝摇头道 许者的头是砍不得的 何况他也送了我许多宝石十几个美女 这一刀也砍不下去啊 是不是 两位队长连声称事 心想 原来瑞典国 夹以迁就 先送货 后收钱 这一手 可比我们漂亮了 又想 幸亏中国小孩大人 是我们公主的甜心 否则的话 这件事 当真大大的糟糕 魏小宝问道 公主殿下 还要我办什么事 华伯斯基微笑道 公主殿下 真正想要 中国小孩大人办的事 是要你去 莫斯科科里姆林宫 公主殿下的寝室去办的 魏小宝黑了一声 心道 这是罗刹迷汤 简称罗刹汤 可喝不可信 笑道 原来你们罗刹男人都不中用 齐罗诺夫道 也不是罗刹男人不中用 不过公主殿下 特别想念中国小孩大人 魏小宝心想 又是一碗罗刹汤 说道 即使这样 公主没别的事了 华伯斯基道 公主殿下 要请中国皇帝陛下准许 两国商人 可以来往两国国境 自由通商 齐罗诺夫道 两国商人来往密勒 公主就时时可以写信 送礼给大人 魏小宝心想 他妈的又是一碗 说道 这么说来 两国通商 公主是为私不为公 齐罗诺夫道 是是 完全是为了 中国小孩大人 魏小宝道 险下我不是小孩子了 你们不可再叫我什么 中国小孩大人 两人一起 神神鞠躬 说道 是是 中国大人阁下 魏小宝 微微一笑道 好了 你们下去休息 我们要去泥布楚 你们随着同序便是 两人都是一惊 互相瞧了一眼心想 中国大军到 尼布楚去干什么 难道是去攻城吗 魏小宝道 你们放心 我答应了公主 两国和好 不再打仗就是了 两人又一起鞠躬 说道 多谢中国小 不 大人阁下 华伯斯基又道 公主听说 中国的桥梁造得很好 不论多宽的大江大河 都可以用大石头造桥 下面不用石柱桥墩 公主心爱中国大人阁下 也爱上了中国的东西 因此 请大人派几名造桥的工匠技师 去莫斯科 造几座中国的神奇石桥 公主殿下天天见到中国石桥 在桥上走来走去散步 就好像天天见到大人阁下一般 魏小宝心想 罗刹趟一晚一晚的灌来 再喝下去 我可要呕了 公主特别看中了我们中国的石桥 那是什么缘故 其中必有古怪 可不能上了这个罗刹狐狸精的当 说道 公主想念我 石桥是不用造了 工程太大 我送他几条中国丝棉被 几个中国枕头便是 让他抱住了睡觉 就好像每天晚上 有中国大人阁下陪着他 两名楼叉队长对望了一眼 脸上均有尴尬之色 奇洛诺夫道 这个 好像 华伯斯基脑筋叫铃说道 大人阁下的主意极高 中国四年被中国枕头就由我们带去 公主抱不到中国大人阁下抱一抱中国四年被中国枕头也是好的 不过四年被枕头过的几年就破烂了 不及石桥牢固 因此建造石桥的祭师还是请大人派去 魏小宝听他二人口气 罗刹朝廷对造桥祭师需求殷切 料想必有阴谋诡计 他不知中国造桥祭师当时假于天下 外国人来到中国 一见到构造宏伟的石桥必定责责成意 赞赏不止 何以拱桥能横跨江面 旗下不须支柱 更觉神奇莫测 罗刹人盼望学到这门造桥方法 倒是出于厌恶中国科学技术之心 并无其他阴谋 魏小宝心想 你们越想要的东西 老子越是不能给你 说道 知道了 下去吧 两名队长不敢再说 行李退出 不一日 罗刹钦差大臣非要多罗 在尼泊楚城得报清军大志 忙差人送信 请清军在原地驻扎 他立即过来相会 魏小宝道 不用客气了 还是我们来拜客吧 清军浩浩荡荡 开抵尼泊楚城下 萨布苏 彭春 马赤 分统人马 绕道尼泊楚 城北 城南 城西 把守住了要道 既截住了尼泊楚 罗刹军的退路 又阻住了西来援军 魏小宝 亲统中军 囤住城东 中军流星炮 射上天空 四面号角齐民 尼泊楚城中 罗刹大臣军官士族 望见清军 云集围城 军容盛壮 无不契为之夺 威耀多罗当即备了礼物 派人送至清军军中 并制书中国秦才大臣 说道 两国皇帝已决定罢兵议和 此次会晤 朕未签订合约 双方军队不亦相聚过尽 以免引起冲突 有失两国交好之意 魏小宝和众大臣商议 众人都说 中华上国不亦横满 取当先礼后兵 魏小宝于是下令退兵树里 住在神尔科河以东 又令尼泊楚城北 西南三面的清军 退入山中后令 菲耀多罗见清军后撤 略为宽心 又再写了一通文书 提出四点相会的条件 一 会见之所设于女部楚城 与史卡尔河之间中央 二 会见之日 两国钦差各带随缘四十人 三 两国各出兵五百 俄军立于城下 清军立于河边 四 两国使节之护卫钦兵 各以两百六十人为限 除刀剑外 不许携带火器 他所以提这四个条件 因清军势大 俄军人少 倘若双方不限人数 俄军必处下风 但罗刹兵火器厉害 如双方兵员相等 俄军既占优势 料想对方不云 因此先行提出 规定卫兵只可携带刀剑 文书中又建议次日相会 维小宝和众大臣商议后 认为可行 当即接纳 连夜派兵搭起帐篷 作为会所 自日清晨 韦小宝 索额图 佟国刚等钦差 带同隋缘 率了两百六十名 藤牌手来到会所 只见尼布楚城城门开处 两百余计 格萨克骑兵手持长刀 拥促着一群 罗刹官员迟来 这对骑兵人高马大 威风凛凛 清军的藤牌手都是步兵 相行之下 声势大为不如 佟国刚骂道 他奶奶的 罗刹鬼狡猾得很 第一步 咱们便上了道 说好大家只带两百六十名卫兵 就只忘了说骑兵步兵 他们便多了两百六十匹马 所额图道 这件事提醒了咱们 跟罗刹鬼打交道 可得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只输国的半分便着了道 说话之间 罗刹兵迟早进前 通过刚道 咱们遵照皇上嘱咐 事事要顾全中华上国的礼仪之帮 大家下马吧 韦小宝道 好 大家下马 众人一起下马 拱手肃力 罗刹钦差 费奥多罗见状 一声令下 众官员也拒下马 鞠躬行礼 双方走近 费奥多罗说道 俄罗斯国钦差费奥多罗 奉沙皇之命 敬祝大清国皇帝 圣公安康 韦小宝学着他的说话也道 大清国钦差韦小宝 奉大皇帝之命 敬祝罗刹国沙皇 圣公安康 再加上一句 又祝摄政女王索菲亚公主殿下 美丽快乐 费奥多罗微微一笑 心想 大清皇帝 祝我们公主美丽快乐 这句宋词倒也稀奇古怪 不过公主倘若听到了 想必喜欢 两人互制宋词 介绍副使 双方一言一出 微小宝见罗刹官员 肃立公厅 倒也礼貌周到 但两百六十名 格萨克骑兵 昂然骑在马背 手持长刀 列成对形 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 隐隐有威胁之势 越看越有气 说道 你们的卫兵太也无礼 见了中国大人阁下 怎么不下马 他说罗刹话文法颠倒 词句错落 但在恼怒之下 不及等 一观一束 罗刹话冲口而出 非要多罗道 毕国的规矩 骑兵在部队之中 就是见到了沙皇陛下 也不用下马的 微小宝道 这是中国地方 到了中国 就得行中国规矩 非要多罗摇摇头 对不起 阁下错了 这是俄罗斯沙皇的领地 不是中国的地方 微小宝道 这明明是中国地方 是你们强行占据的 非要多罗道 对不起 中国钦差大臣阁下误会了 这是俄国沙皇的领地 你不属城 是俄罗斯人住的 两国此次会议 原始化界争地 当地属中属俄 便是关键所在 两个钦差大臣刚一见面 还没入战开始谈判 就起了争执 非要保道 你们罗刹人 在中国地方住了一座城池 这地方就算是你们的了 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非要多罗道 这是俄国地方 俄罗斯人在这里住城 中国人不在这里住城 这就证明这是俄国地方 中国钦差大臣阁下 说这是中国地方 不知有什么证据 尼不楚一带向来无所管束 中俄两国疆界也岂未划分 到底数中数俄 本来谁也没有证据 尾小宝听他问到这句话 不仅为之语塞 但要强辩 苦于说罗刹话 词不杂意 寻常应答 已感艰难 要巧言舌变 如何能够 心中一怒说道 这是中国地方 争据多得很 跟着便以扬州话骂道 辣块妈妈 我入你鬼子十七八代老祖宗 这一句话出口 扬州的骂人粗话 便流水界滔滔不绝 将菲尔多罗的高祖母 曾祖母 以至祖母 母亲 姐姐 外婆 姨妈 姑母 人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罗刹国费家女性 无疑幸免 众和双方官员 见中国钦差大神发怒 无不害然 只是他说话 犹如一长穿豹竹一般 别说非要多罗 莫名其妙 连中国官员和双方议员 也是茫然不解 维小宝这些骂人的话 全是扬州市井间 最粗俗低贱的俗话 扬州的身世淑女 就未必能懂得两三成 索额图同国刚等 或为奇人 或为久居北京的武官 却如何理会的 维小宝大骂一通之后 心意大畅 忍不住哈哈大笑 非要多罗虽然不懂他的言语 但揣摩神色语气 料想必是发怒 忽见他又纵声大笑 更加摸不到头脑 问道 请问贵使长篇大论 是何执教 贵使言辞深奥 比人学识浅漏 难以通解 请你足句慢慢的 再说一遍 以便领教 微笑宝道 我刚才说你太也不讲道理 我要你的祖母来做甜心 做老婆 贵尔多罗微笑道 我祖母是莫斯科城出名的美人 她是彼得洛夫斯基伯爵的女儿 原来中国大人阁下 也听到过我祖母的艳名 比人实在不胜荣幸之志 只可惜我祖母 已死了三十八年了 微笑宝道 那么我要你母亲 做我的甜心 做我老婆 贵尔多罗没开眼笑 更是欢喜 说道 我的妈妈出于名门望族 皮肤又白又嫩 她会做法国诗 莫斯科城里 不少王公将军很崇拜她 我们俄国有一位大诗人 写过几十首诗赞扬我的妈妈 她今年虽然六十三岁了 相貌还是和三十几岁的少妇一样 中国大人阁下将来去莫斯科 比人一定会介绍你和我妈妈相识 要结婚恐怕不成 做甜心嘛 只要我妈妈答应 那是可以的 原来洋人风俗 如有人赞其母亲妻子美貌 非但不以为伍 反而深感荣幸 比称赞他自己还要高兴 魏小宝却道 此人怕了自己 居然肯将母亲奉献 有意拜自己为干爹 满腔怒火 等时化为乌有 笑道 很好 很好 以后如来莫斯科 定是你府上常客 拉着他手进入帐中 双方父使随缘 跟着都进入营帐 魏小宝等一行坐在东手 弗奥多罗等一行坐在西手 弗奥多罗说到 毕国摄政女王公主殿下吩咐 这次化戒弹劾 我们有极大诚意 双方必须公平 谁也不能欺了对方 因此毕国提出 两国以黑龙江为界 江南属于中国 江北属于俄罗斯 化定江界之后 俄罗斯再也不能渡江而南 中国兵也不能渡到江北 我小宝问道 雅克萨城是在江南 还是江北 雅克萨城是在江北 该城是我们俄罗斯人所住 可见黑龙江北之地 都是属于俄国的 我小宝一听 怒气又声 问道 雅克萨城那有座小山 你可知道叫什么名字 雅克萨回头问了隋缘 答道 叫高竹略山 我小宝懂得罗刹语中 高竹略即为鹿 说道 我们中国话叫做鹿顶山 你可知我封的什么爵位 雅克萨城是鹿顶公 用我们罗刹话说就是高竹略山公爵 为小宝道 这样一来 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了 明知我是鹿顶公 却要把我的鹿顶山占了去 岂不是要我做不成公爵吗 非要多罗盲道 不不 绝无此意 我小宝问道 你是什么爵位 非要多罗道 必然是 罗莫诺沙法 侯爵 为小宝道 好 那么 罗莫诺沙法 是属于中国的地方 非要多罗吃了一惊 随即微笑道 必然的封印 罗莫诺沙法 尚在莫斯科之西 怎能是中国的地方 微笑宝道 你说的封印叫做老猫拉石法 非要多罗道 罗莫诺沙法 微笑宝不理他 继续说道 从我们的京城北京 到老猫拉石法 一共有几里路 要走几天 非要多罗道 从罗莫诺沙法到莫斯科 一共五百多里路 五天的路程 从莫斯科到北京 总得走三个月吧 微笑宝道 这样说来 从北京 到老猫拉石法 得走三个月零五天 路程是远得很了 非要多罗道 很远很远 微笑宝道 这样的路程 老猫拉石法 当然不会是属于中国的了 非要多罗微笑道 公爵说的再对 没有了 微笑宝 举起酒杯道 请喝酒 罗刹人 嗜酒如命 酒杯放在 非要多罗面前 以酒 酒香 阵阵冲鼻 主人没举杯 他不敢辨饮 这时 见微笑宝举杯 心中大喜 忙 一饮而尽 清方随缘 又给他 蒸上酒 从石河中 取出菜肴 君是北京名厨的 鹏人 罗刹国 其实开花味酒 要到日后 彼得大帝 长大 与其姐姐 索菲亚公主 夺权而胜 将索菲亚 幽禁于 尼古安之后 然后大举输入 西欧文化 当微笑宝之时 罗刹国 一切器物制度 文明教化 与中国相去甚远 至于烹饪之经 岂至今日 俄国 人人和中国 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年 在尼布楚城外 非要多罗 出尝中华美食 自然是目瞪口呆 几乎连自己的舌头 也吞下肚里去了 微笑宝 陪着他尝遍 美蝶菜肴 解释何为鱼翅 何为燕窝 如何令鸭掌 成席上之针 如何化鸡干 为盘中之宝 这听得非要多罗 欢喜赞叹 心目无矣 微笑宝随口问道 贵使这一次是 哪一天离开莫斯科的 非要多罗道 必然是四月十二日 奉了公主殿下的御室 从莫斯科出发 微笑宝道 很好 来 再干一杯 我们这位同工爷 酒量很好 你们两位 对饮几杯 当下 同国刚 向非要多罗敬酒 对饮三杯 微笑宝道 贵使是本月 到你不处的吧 非要多罗道 便是上个月十五到的 微笑宝道 四月十二 行至七月十五 路上走了三个多月 非要多罗道 是 走了三个多月 幸好天是已暖 路上倒也 并不难走 微笑宝大拇指一翘 赞道 很好 贵使这一番说了真话 终于承认 尼不楚 不是罗刹国的了 非要多罗喝了十几杯酒 因为有罪意 恶然道 我 我几时承认了 微笑宝笑道 从北京到老猫拉施法 得走三个多月 路程很远 因此 老猫拉施法 不是中国的地方 从莫斯科到尼不楚 你也走了三个多月 路程可也不进 尼不楚 自然不是罗刹国的 非要多罗睁大了眼睛 一时无此可对 呆了半晌 才道 我们俄罗斯地方大得很 那是不同的 微笑宝道 我们大清国地方 也可不小呢 非要多罗强笑道 贵使爱开玩笑 这两件事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微笑宝道 贵使定要说尼不楚 是罗刹国地方 那么 咱们交换一下 我到莫斯科去 请公主封你为尼不楚伯爵 封我为老猫拉施法公爵 这老猫拉施法城 就算是中国地方了 非要多罗满脸上的通红 急道 这 这怎么可以 不仅大为担忧 心想 公主是他情人 倘若给他在枕头边 灌了大量中国米汤 进而 答应交换 那就糟糕透顶了 又想 我那罗摩诺沙法是祖传的风意 物产丰富 如果给公主改封到了尼不楚 这里气候寒冷 人丁稀少 可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何况我线下是猴爵 改封为尼不楚伯爵 岂不是降级 尾小宝见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笑道 你连我的封地雅克萨也站了去 叫我做不成鹿顶功 我有什么法子 只好去做老猫拉施法公爵了 虽然你这风意的名字太难听 什么老猫拉施小狗拉施的 可也只得将就将就了 非奥多罗寻思 你中国想占我的罗摩诺沙法 那是绝无可能 不过你伪小宝 已受过我俄罗斯帝国的风诀 倘若来谋我的风意倒也麻烦 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格萨克 这格萨克已经给你们打下来了 再要你们退出去自然不肯 于是脸露笑容说道 既然雅克萨城是贵使的风意 我们就退让一步 两国人以黑龙江为界 不过雅克萨城和成州十里之地 属于中国 这完全是看在贵使分上 最大的让步了 魏小宝心想 你们打败了仗还这么神奇火线 倘若这一战是你们罗刹人胜的 只怕连北京城也要画给你们了 说道 咱们打过一仗 不知是你们胜了 还是我们胜了 弗耀多罗皱起眉头道 小小结账也不能说谁胜谁败 我们公主殿下早有言令 为了顾全跟贵国和好 不许开账 因此贵国军队进攻之时 碧国将士都没有还手 否则的话局面就大大不同了 魏小宝一听大怒 说道 原来罗刹兵枪炮齐放不算还手 弗耀多罗刺人真的打起仗来不会指手不攻的 两国要是大战 罗刹火枪手和格萨克骑兵就会进攻北京城了 魏小宝怒急心道 你奶奶的 你这黄毛鬼说大话吓人 我要是给你吓倒了 我跟你姓 做你儿子 我不叫魏小宝 叫做小宝非耀多罗 他到过莫斯科 知道罗刹人习惯是明前姓后 但非耀多罗是名非姓 他却不知道 说道 那很好 大大的好 侯爵大人 你可知道我心中最盼望的是什么事 非耀多罗道 这倒不知道 请你指教 魏小宝道 我现下是公爵 心中只盼望家官进爵 封为郡王 亲王 非耀多罗心道 家官进爵 哪一个不想 微笑道 公爵大人精明能干 深得贵国皇帝宠信 只要再立即见功劳 夹封为郡王亲王 那是确定无疑的 毕人诚心诚意 恭祝你早日成功 魏小宝提声道 这件事可得你帮忙才成 否则就怕办不成 非耀多罗一愣说道 毕人当得孝老 只不知如何帮法 魏小宝拂嘴到他耳边 轻轻说道 我们大清国的规矩 只有打了大胜仗 立下军功才能封王 现下我国太平无事 反叛都已扑灭 要等二三十年 恐怕也没仗打 我想封王 那就为难得很了 这次话界议和 你们什么都不要让步 最好派兵向我们挑战 将我们这里的大臣杀死一两个 咱们两国就大战一场 你派火枪手 格萨克骑兵去进攻北京 我们和瑞典两国联盟 派兵来打莫斯科 这杀得烟尘滚滚 血流成河 那时候我就可以封王了 拜托拜托 千万请你帮个大忙 说话敲声些 别让别人听见了 非奥多罗越听越惊 心想这少年胆大妄为 为了想封王 不惜挑起两国战火 还要和瑞典两国联盟 这一仗打了起来 将来谁胜谁负 虽然不知 但此时比众我寡 双方军力悬殊 这眼前窥是斥定了的 心下好生后悔 时不该嘘声恫吓 说什么火枪队 和格萨克骑兵 攻打北京城 这少年信以为真 非但不惧 反而欢天喜地 这一下当真是弄巧成拙了 但如露出雀意 不免给他看得想了 一时不由地彷徨失措 韦小宝又道 莫斯科离这里太远了 大清兵开取攻打 实在没有把握 说不定吃个败仗 皇上反而要怪我 非要多罗一听 有了转机 脸先喜色忙道 是是 奉劝阁下 还是别冒险的好 回小宝道 我只是想立功封王 又不想灭了罗刹国 贵国地方很大 我也绝技没本事灭得了 非要多罗又连声成事 魏小宝提声道 这样吧 你发兵去打北京 我就发兵打尼布楚 咱们哥俩各打各的 打下了北京是你的功劳 打下了尼布楚是我的功劳 你瞧 这计策妙是不妙 非要多罗暗暗叫苦 自己手边只两千多人马 要反攻雅克萨也无能为力 却说什么去攻打北京城 心想再不认错 说不定这少年要弄假成真 只得苦笑道 请公爵大人不必介意 刚才我说火枪手和哥萨克骑兵 攻打北京城 那是当不得真的 是我说错了 全部收回 尾小宝祈祷 话已说出了口 怎么收回 非要多罗道 必然向公爵大人讨个情 请你忘了这句话 非要多罗道 这么说来 你们罗刹兵 是不去攻打北京的了 非要多罗道 不会 绝技不会 非要多罗道 你们也不想 强占我的雅克萨城了 非要多罗摇了摇头 不会 不会了 尾小宝道 这尼不储城 你们以绝技不敢要了 比尔多罗一正 说道 这尼不储城 是我们沙皇的领地 请公爵大人原谅 尾小宝心想 苏州人说 漫天讨价 就地还钱 我向他要尼不储 是要不到手的 且向他要尼不储 以西的地方 瞧他怎么说 说道 咱们这次议和 一定要公平交易 同所无期 谁也不能吃亏 是不是 非要多罗点头道 正是 两国诚意化界 树立永久和平 尾小宝道 那好得很 这边界 倘若画得太近莫斯科 是你们罗刹人 吃了亏 画得太近了北京 是我们中国人 吃了亏 最好的办法 是画在中间 二一天作五 非要多罗问道 什么叫做二一天作五 为小宝道 从莫斯科到北京 大约是三个月路程 是不是 非要多罗道 是 非要多罗道 三个月分为两份 是多少时候 非要多罗不解其意 随口答道 是一个半月 非要多罗道 对了 咱们也不用多谈了 大家各回本国京城 然后 你从莫斯科出发东行 我从北京出发西行 大家各走一个半月 自然就碰头了 是不是 非要多罗道 是 不知大人这是干什么用意 为小宝道 这是最公平的话界法子 我们碰头的地方 就是两国的边界 那地方 离莫斯科 是一个半月路程 离北京 也是一个半月路程 你们没占便宜 我们也没占便宜 但我们这一场胜仗 就算白打了 算起来 还是你们占了便宜 是不是 非要多罗满脸 张得通红说道 这 这 站起身来 为小宝笑道 你也觉得 这法子非常公平 是不是 非要多罗连忙摇手道 不不 绝对不可以 如此化界 岂不是将俄罗斯帝国的一半国土 化给了你 为小宝道 不会是一半 你们在莫斯科 所以西还有很多国土 那些土地就不用跟中国 二一天作武 又何必这样客气 非要多罗只气得直吹胡子 隔了好一会儿才到 公爵大人 你如诚心意合 该当提些 同情达理的主张出来 这样 这样的法子 要将我国领土分了一半去 那 那太也欺人太甚 说着气呼呼的往下一坐 吞了一声 这阵的椅子咯咯直响 为小宝提声道 其实 义和化界 没什么好玩 咱们还是先打一仗 你说好不好 非要多罗不住喘气 忍不住便要拍案而起 打喝一声 打仗便打仗 但想到这一仗打下去 后果实在太过严重 己方又全无圣旺 只得强行忍住 莫不作声 为小宝突然伸手 在桌上一拍 笑道 有了 有了 我另外还有个公平法子 伸手入怀 取出两粒头子 吹一口气 置在桌上 说道 你不想打仗 又不愿二一天做五 咱们来制头子 从北京到莫斯科 算是一万里路程 咱们分成十份 每份一千里 我跟你制头子赌十场 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 如果你运气好 赢足十场 那么一直到北京城下的土地 都算罗刹国的 飞耀多罗 哼了一声道 要是我 输足十场呢 尾小宝笑道 那你自己说好了 飞耀多罗道 难道莫斯科 以东的万里江山 就通通都是中国的了 尾小宝道 我猜你运气也不会这么差 十场之中 连一场也赢不了 你只想赢得一场 就保住了一千里土地 两场两千里 赢得六场就有便宜了 飞耀多罗怒道 有什么便宜 莫斯科以东六千里 本来就是俄国土地 七千里八千里 也都是俄国的土地 韦肖宝与飞耀多罗二人 不住的口地交涉 做翻译的荷兰传教士在旁 不断地低声一成中国话 同国纲 索额图等听在耳里 初是觉得飞耀多罗横满无礼 竟然要以黑龙江为界 直逼中国辽东 那是满洲龙兴之地 如何可受遗敌之逼 心中都敢恼怒 后来听得尾小宝说 可遇打仗逆功 以求猎土封王 而时便显得舍利内然 不敢接口 再听得尾小宝东拉西扯 什么交换封义 二一天作武 又是什么智头子化戒 每住一千里土地 明知是胡说八道 对方是绝技不会答应 但非要多多的气焰 却已大错 君想 罗刹人横满 确实名不虚传 要是跟他们 一本正经的谈判 非处下风不可 皇上派围公爵来主持合议 果真是有知人之名 这藩帮鬼子是野蛮人 也只有唯公爵这等 不学无术的市井流氓 才能跟他针锋相对 一蛮致蛮 同国刚和索恶徒等大臣 面子上对尾小宝 虽都十分客气恭敬 心底里却着实瞧他不起 君觉得他不过是皇上宠幸的 一个小丑弄臣 平日言谈行事 往往出丑陋乖 却偏偏又恬不知耻 自明得意 此番与外国使臣 折充尊主 料想难免一笑外邦 失了国家体面 哪知皇上量财气使 竟然大收其用 若不派这个备来人物 来办这桩差事 满朝文武大臣之中 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 众大臣越听越佩服 更觉皇上英明睿智 非众臣所及 卓图听到这里突然插口道 莫斯科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荷兰教士将这句话传译了 非要堕罗大吃一惊心想 这少年胡言乱语也罢了 怎的你这老头也这样不要脸的瞎说 竟说我国京城莫斯科是你们中国地方 卓图又道 按照贵使的说法 只要是罗刹人暂时占据过的土地 就算是罗刹国的土地了 是不是 非要堕罗道 本来就是这样嘛 贵使说莫斯科是中国地方 那太笑话奇谈了 则图道 罗刹国的人民有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又有格萨克达旦等等 那都是罗刹人 非要堕罗道 一点不错 我国土地广大 治下人民众多 则图道 我国百姓的种类也很多 有满洲人 蒙古人 汉人 苗人 回人 藏人等等 非要堕罗道 正是 俄国是大国 中国也是大国 咱们这两国是当时最大的大国 索额图道 贵使这次带来的卫兵 好像都是格萨克起兵 非要堕罗微微一笑说道 格萨克起兵英勇无敌 是天下最厉害的勇士 索额图道 格萨克起兵比俄罗斯人是厉害得多了 非要堕罗道 话不能这么说 格萨克是罗刹百姓 俄罗斯也是罗刹百姓 毫无分别 好比满洲人是中国人 蒙古人 汉人也是中国人 毫无分别 索额图点头道 那就是了 因此 莫斯科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魏小宝听到二人谈到这里 人不明白索额图的用意 他明知莫斯科离此地万里之遥 绝非中国地方 但听索额图说的像煞有其事 而非要堕罗额头青睛鼓起 脸色一时铁青 一时通红 显示心中怒发如狂 便插狗道 莫斯科是中国地方 那是半点也不错的 中国皇帝宽宏大量 给你们刘备借荆州 一切之后就永世不还 非要堕罗自然不知刘备借荆州是什么意思 只觉得这些中国蛮子不想理性 说话完全不像文明人 冷笑道 我从前听说中国历史悠久 中国人很有学问 哪知道 就是专碍不凭证据的说瞎话 索额图道 贵史是罗刹国大臣 就算没什么学问 但罗刹国的历史总是知道的 非要堕罗道 我国的历史都有疏伪症 清清楚楚的写了下来 绝不是凭人随口乱说的 索额图道 那很好 中国从前有一位皇帝 叫做成吉思汗 非要堕罗听到成吉思汗四个字 不由得哎呦一声叫了出来 心中暗叫 糟糕糟糕 怎么我糊里糊涂 竟把这件大事忘了 索额图继续道 这位成吉思汗 我们中国叫做元太祖 因为他是我们中国创建元朝的太祖 他是蒙古人 贵史刚才说过 满洲人 蒙古人 汉人 都是中国人 毫无分别 那时候 蒙古骑兵西征 曾和罗刹兵打过几次大仗 贵国历史有书为证 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写了下来 绝不是凭人随口乱说 这几场大仗 不知是我们中国人赢了 还是贵国 罗刹人赢了 贵国 威耀多罗默然不语 过了良久 才到 是蒙古人赢了 索额图道 蒙古人是中国人 贵耀多罗 瞠目半赏 缓缓点头 韦小宝不知从前 居然有这么样的事 一听之下 等时精神大震 说道 中国人和罗刹人打仗 罗刹人是必输无疑的 你们的本事 确实差了些 下次再打 我们只用意志手好了 否则的话 双方相差太远 打起来没什么味儿 非要多罗怒目而视 心想 若不是公主殿下 颁了严令 这次只许和 不许战 凭你说这些 侮辱我们罗刹人的话 我便要跟你决斗 魏小宝笑嘻嘻地 问索额图道 索大哥 成吉思汗 是怎样 打败罗刹兵的 索额图道 当年 成吉思汗派了两万人队 西征 一共只有两万人马 便杀得罗刹联军 十余万人大败亏输 成吉思汗的孙子 拔都 也是一位大英雄 率领军队 将罗刹兵打得落花流水 占领了莫斯科 一直打到波兰 匈牙利 渡过多脑河 此后几百年中 罗刹的王公贵族 都要听我们中国人的话 那时 我们中国的蒙古英雄 住在黄金相间的帐篷里 莫斯科大公爵 时时来向中国人磕头 中国人说要打屁股 就打屁股 要打耳光 就打耳光 罗刹人还笑嘻嘻地大叫 打得好 否则的话 他就当过成公爵 微小宝听得眉飞色舞 鸡桌大赞 乖乖龙的东 原来莫斯科 果然是属于中国的 非要多罗脸上 一阵青一阵白 所图所述 确实实实 绝无虚假 只是罗刹 向来不承认 蒙古人是中国人 此时 蒙古属于中国 由此推认 说莫斯科曾属于中国人 也绝非无稽之谈 微小宝道 侯爵阁下 我看化界的事 我们也不必谈了 请你回去问问公主 什么时候将莫斯科还给中国 我也要赶回北京 采购牛皮和黄金 以便 精致一顶黄金帐篷 然后拆平克里姆林宫 竖起金帐 请索菲亚公主来睡觉 哈哈哈哈 菲亚多罗听到这里 再也忍耐不住 呼的站起 冲出帐外 只听得他怒叫如雷 大声吆喝 传呼命令 跟着马蹄声响 两百多匹马 一起冲降过来 微小宝大势一惊叫道 哎呀 这毛子要打仗 咱们逃兵要紧 童国刚酒精战阵 很沉得住气 喝道 微觉也别慌 要打便打 谁还怕了他不成 只听得帐外 哥萨克骑兵齐声大呼 微小宝吓得全身发抖 一低头 便钻入了桌子底下 同国嘎嘎所额图 面面相去 心下也不仅惊慌 掌门掀开 一将大踏步进来 正是带领腾排兵的黎星珠 朗声说道 骑兵大帅 却不见大帅到了何处 微小宝在桌子底下说道 我 我在这里 大伙快 快逃命吧 黎星珠蹲下身来 对着桌子底下的围大帅说道 骑兵大帅 罗刹兵声势汹汹 咱们不能示弱 要干就干他妈的 微小宝听他说的刚勇 心神疑地 当即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 刚才岂是仓促 一直躲入桌底 其实他倒也不是一味胆怯 一拍胸口说道 对 要干就干他奶奶的 老子身先士卒 勇往勇往不 不前 不对 勇往直前 拉住黎星珠的手走向帐外 一出帐外 只见两百六十名 哥萨克骑兵高举长刀 骑了骏马 围着帐篷 耀武扬威 一圈圈的不停击驰 非要多多一声令下 众骑兵远远奔了开去 在两百余帐之外 列成了队伍 二十六计一行 十行骑兵排得整整齐齐 突然间高声呼叫向着尾小宝急冲过来 尾小宝叫道 我的妈呀 便要钻进营帐 转念一想 罗刹鬼如要杀我 躲入营帐 还是给他们揪了出来 这个脸可丢不得 当下全身发抖 面如土色 居然挺立不动 临行诸贺道 藤牌手保卫大帅 过来 二百六十名藤牌手 齐声应道 是 快步奔来 站在尾小宝等众大臣之前 尾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 心想 倘若罗刹鬼真要动满 大家便拼斗一场 意气可不能不顾 强过去 站在索徒面前叫道 索大哥别怕 我护辱你 索额图是文官 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说道 全杖兄弟了 只见十排 格萨克骑兵急冲过来 冲到离清兵五六帐外 当先的队长长刀龟劈 一声吆喝 众骑兵挺身勒马 两百六十匹马 同时间停住了脚步站定 那队长又一声吆喝 众骑兵从中分为两队 一百三十计折而向北 一百三十计折而向南 奔出数十帐 兜了个圈子 又回到了一帐篷 两百余帐处站定 队形丝毫不乱 两百六十计人马 便如是一人一计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精兵 飞耀多罗哈哈大笑高声叫道 公爵大人 你瞧我们的罗刹兵怎样 尾小宝这时才知他不过是药物示威 心中大怒叫道 那是马戏般耍猴子的玩意儿 打起仗来 半点用处也没有的 不要多罗怒道 咱们再来 心想 这一次直冲到你面前 瞧你逃不逃走 叫道 把中国兵的帽子都削下来 格萨克骑兵队长叫出号令 两百六十名骑兵又急驰过来 尾小宝叫道 砍马脚 林行珠叫道 得令 砍马脚 别伤人 但听得提声如雷 两百六十匹马 渐奔渐进 格萨克骑兵的长刀 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眼见奔到身前 三十丈 二十丈 十丈 人未停步 又奔进了四五丈 林行珠叫道 滚堂刀 上前 两百六十名藤牌兵 一跃而前 在地下滚了过去 这两百六十人 都是林行珠 亲手教练出来的 地场刀好手 身法刀法 接近贤熟 翻滚而前 藤牌护身 却不露出半点道光 格萨克骑兵突见清兵 着地滚来 都是大为诧异 格萨克城守军 曾吃过藤牌手的苦头 但那些守军死的死 服的服 早已全军覆没 这对格萨克骑兵 新从莫斯科护送 菲奥多罗东来 从未见过 藤牌兵的打法 军想 你们在地下打滚 太野愚蠢 给马踏死了 可怪不得人 顷刻之间 第一列骑兵 也和藤牌兵碰在一起 猛然间 重马骑丝 纷纷倒地 藤牌兵 利刃挥出 一刀便砍下一两条马脚 藤牌护身 毫不停留地斩将过去 罗刹兵人 喊马斯声中 藤牌兵已滚过 十行骑兵 斩下一百七八十条马脚 在格萨克骑兵阵后 列成队伍 林兴术率领 藤牌兵快步奔回 又排在韦小宝之前 两百六十人 只十余人被马踹伤压伤 伤势军轻 伤者强忍疼痛 仍然站在队中 两百六十名格萨克骑兵 大半摔下马来 有的给坐骑压住 躺在地下 身吟呼号 只有数十人 纵马远远离开 大部分站在地上 手足无措 这些骑兵一生 长于马背 只有骑在马上 才彪害小勇 双足一着地 便如是鱿鱼出水 无所凭借了 魏小宝叫道 焚兵一败 围住罗刹大官 林兴朱喊出号令 便有一百名腾牌手 将非要多罗等 十余名官员围住 一百柄大刀 组成了一个刀圈 刀锋向着圈内 只需一声令下 这一百柄大刀 挤一箱过去 非要多罗等 还不成了 罗刹肉饼子 哥萨克骑兵的 正副队长健壮 飞步奔来大叫 不可伤人 不可伤人 魏小宝转头 对穿着 清兵装素的双二道 过去点了 他们的穴道 双二道 好 纵身而出 骑到 哥萨克骑兵队长身后 伸直点了 他后腰穴道 跟着又点了 副队长的穴道 一名小队长伸手入怀 拔出一支短枪 叫道 不许动 双二抓住 身判一名罗刹兵 打在身前 推着他 向前走了几步 那小队长便不敢 开枪 叫道 不许动 双二抓起 罗刹兵 向他置去 那小队长一惊 闪身相避 双二 以纵身过去 点了他胸口 和腰间的穴道 夹手 抢过他手中短枪 朝天 砰了一声 放了一枪 韦小宝大声道 好啊 双方说好 不得携带火器 你们罗刹鬼子 他也不想信用 走前几步 对菲亚多罗道 喂 你叫手下人 抛下刀枪 一起下马 排好了队 身上携带火器的 都搅出来 菲亚多罗眼见 无可抗拒 便传出令去 格萨克骑兵 只得抛下刀剑 下马列队 尾小宝吩咐 160名藤牌兵 四下围住 搜捡罗刹兵 260人身上 倒超出了 280一支短枪 有的一人带了两支 尼姆楚城下罗刹兵 望见情势有变 慢慢过来 东边清军 也拔队而上 两队相聚数百步 列阵对峙 罗刹兵望见 主帅被围 只有暗暗叫苦 不敢再动 尾小宝 问菲尔多罗道 侯爵大人 你带了这么多火器 来干什么呢 菲尔多罗 吃下了头说道 对不起得很 我的卫兵 不听命令 按带火器 回去我重重责罚 尾小宝叫道 藤牌手 解开自己衣服 给他们瞧瞧 有没有携带火器 两百六十名藤牌手 抛下藤牌 以左手解衣 右手仍高举大刀 以防对方异动 个人解开衣衫 坦怒胸膛 跳跃树下 果然没一人接待火器 菲尔多罗心中有愧 垂头不语 魏小宝 以罗刹话大声道 罗刹人做事 不要脸 把他们的衣服 裤子都脱下来 瞧一瞧 他们还带了火器没有 菲尔多罗大惊 忙道 公爵大人 请你开恩 你 你如剥了我的裤子 我 我只好自杀了 魏小宝道 这裤子是非剥不可的 菲尔多罗道 请你饶恕一次 别的事情 一切都依你吩咐 魏小宝道 刚才你的骑兵冲将过来 吓得我 钻到了桌子底下 大师公爵大人的体面 这件事怎么办 不要杜罗心想 是你自己胆小 我有什么法子 在身旁清兵刀光闪闪 只好道 逼人愿意赔偿损失 魏小宝心中一乐 暗道 罗刹竹杠送上门来了 一时想不出要他赔偿什么 传下命令 把罗刹大官小兵的裤带 都割断了 腾排兵大叫 得令 举起利刃 插进罗刹人腰间 刀日向外 一拉之下 裤带立断 自飞奥多罗以下 众罗刹人 无不下的魂飞天外 双手紧紧拉住裤腰 唯恐跌落 魏小宝哈哈大笑传令 压着罗刹人得胜回营 这时罗刹兵 人人担心的 只是裤子掉下 毫无抗拒 随着清兵列队向东 通过纲笑道 为大帅妙计 当真令人佩服 割断裤带等于在轻刻之间 将两百六十名罗刹兵 尽数双手反绑了 魏小宝笑道 罗刹男人最怕脱裤子 罗刹女人反而不怕 那不是怪得很吗 通过纲等人 都色眯眯的笑了起来 一行人和大军会合 清军中推出四百余门大炮 除下炮衣 炮口对准了罗刹军 其实罗刹国虽然火气犀利 但在东方 却不及康熙这次有备而战 以清国所有大炮的半数 掉到了尼泊鼠前线 事宜不论兵力火力 都是清军胜过了数倍 罗刹军突然见到 这许多大炮 都是面面相觑 大有惧色 统军将官急忙传令回城 紧闭城门 清军却也并不攻城 这时哥萨克骑兵的队长 副队长和一名小队长 被双尔点了穴道 无字动弹不得 三人犹如泥塑木雕一般 站在空地之上 罗刹重兵将回入尼泊鼠城时 十分匆忙 未曾留意 这时在城头望见 军感诧异 却又不敢出城相救 过了半个时辰 接着三人仍然带立不动 便有一队哥萨克骑兵出城相救 只行得数十丈 清军大炮便轰了数法 守城将军 盲命号兵 吹起退军号 将这队骑兵招了回去 生怕清军大志 连出城的骑兵也失陷了 城上城下 两军遥遥望见 三人定住不动 姿态怪异 清兵鼓噪大笑 罗刹兵 竟接骇然 韦小宝将菲奥多罗等一行人 请入中军帐内 分宾主坐下 韦小宝只笑嘻嘻地不语 菲奥多罗怒道 公爵大人 你不要跟我玩把戏 要杀就杀好了 韦小宝笑道 我跟你是朋友 为什么杀你 咱们还是来谈 化界的条款吧 他想 此刻对方 一届大臣已落入自己掌握之中 不论自己 提出什么条件 对方都难以拒绝 不料菲奥多罗是军人出身 性子十分倔强 昂然道 我是你的俘虏 不是对等一届的使节 我处在你的威胁之下 什么条款都不能谈 就算谈好了签了字 那也没有效 魏小宝道 为什么没有效 菲奥多罗道 一切条款都是你定的 还谈什么 你不能逼我跟你谈判 魏小宝道 为什么不能逼你谈判 菲奥多罗道 我绝不屈服 你回刀杀了我 开枪打死我 尽管动手好了 魏小宝笑道 如果我叫人 拨了你的裤子呢 菲奥多罗大怒 呼的站起喝道 你 只说了一个女子 裤子突然溜下 急忙伸手抓住 她的裤带也被割断 坐在椅上 不必用手抓住 圣物中 站将起来 却忘了此事 幸好及时抢救 才没出丑 帐中 青方大官 侍从 无不大笑 非要多罗细的脸色雪白 双手抓住裤带 神情甚是狼狈 但要说一番 慷慨激昂的词语 苦于双手 不能挥舞一处声势 要如何慷慨激昂 也势必有限 重重呸了一声 坐了下来说道 我是罗刹国 沙皇陛下的钦差 你不能侮辱我 魏小宝道 你放心 我不会侮辱你 咱们还是 好好来谈 分化国界吧 非要多罗 从衣袋里 取出一块手帕 包在自己嘴上 绕到脑后 打了个结 意思是说 绝技不谈 魏小宝 吩咐亲兵 送上美酒佳肴 摆在桌上 在酒杯中 珍满了酒 笑道 请请 不必客气 非要多罗 闻到韭菜香味 忍耐不住 解开手帕 举杯便饮 魏小宝笑道 侯爵 又用嘴巴了 非要多罗 喝酒吃菜 却不答话 表示 嘴巴 只用于吃喝 不做别用 魏小宝 不住劝酒 心想 把他灌醉了 或许 便能叫他屈服 哪知 非要多罗 喝得 十几杯酒 吃了几块牛肉 将手帕 摸了摸嘴巴 又将自己的嘴 绑上了 魏小宝 见此行行 倒也好笑 命亲兵 引他到后帐 休息 严加看守 自和索额图 童国刚等人 商议对策 童国刚道 这人如此倔强 坚决不肯 在咱们军中和谈 但如就此放了他回去 却又于心不甘 索额图道 关在他十天八日 每天在他面前 宰杀罗刹鬼子 瞧他是否还倔强的出 童国刚道 倘若将他逼死了 这件事不免弄僵 咱们以武力俘虏 对方的义和化解大臣 皇上说不定会降罪 索额图道 童公爷说的对 跟他一文硬来 也不是办法 众大臣商议良久 苦无善策 今日将非要多多勤来 虽是一场胜仗 但绝非皇上谋合的本意 可说已违背了朝廷大计 一个处理不善 便成为为止的重罪 说到后来 众大臣军劝韦小宝 还是将非要多多释放 韦小宝道 好 咱们且扣留他一晚 明天早晨放他便是 回入请账夺来夺去的仇思 忽然想起 先前学诸葛亮火烧盘蛇谷 在雅克萨打了一个大胜仗 老子再来学一学 周瑜群英会系讲干 仔细盘算了一会儿 也有计较 回到众军帐请了传议的荷兰教士来 和他秘密一计一番 又要他教了二十几句罗刹话 念得正确无误 再传四名将领和亲兵队长来 吩咐如此如此 众人领命而去 菲尔多罗睡在后帐 心中思潮起伏 一时惊惧 一时悔恨 却如何睡得着 翻来覆去的挨到半夜 只听到帐口鼻息如雷 三名看守的亲兵竟然睡着了 不要多罗心想 倘若不答应中国蛮子的条款 绝技难以脱身 明天惹得那小鬼生起气来 将我杀了 岂非冤枉 天性这三名卫兵都睡着了 何不冒险逃走 捏手捏足的从床上起来 解下鞋背的皮带附在腰间 以免裤子脱落 轻轻地走到帐口 只见三名亲兵 靠在帐篷的柱子上睡得甚熟 他伸手去一名亲兵腰间 想拔他佩刀 那亲兵突然打了个剃盆 菲尔多罗大致已经急忙缩手 过了好一会儿 不见有何动静 又想去取另一名亲兵的佩刀 那亲兵忽然伸了个懒腰 说了几句梦话 菲尔多罗不敢多呆 悄悄地走出帐外 幸喜三名亲兵 均不知觉 他走到帐外 缩身阴影之中 见外面卫兵 手提灯笼 直刀巡逻 北东南三边 皆有寻兵 直西边 黑沉沉地 似乎无人 于是 一步步挨江过去 没见有寻兵走近 便缩身帐篷之后 好在一路向西 都是太平无事 刚走到一座大帐之后 突然间西边 有一队巡逻兵过来 菲尔多罗忙在帐篷后一躲 却听到帐中有人说话 说的竟是罗刹话 只听到那人说道 公爵大人决意要去攻打莫斯科 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路途遥远 十分危险 菲尔多罗大惊 当即扶下身子 截开帐篷的帐脚 向内望去 一望之下 一颗心怦然乱跳 帐内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昼 韦小宝全身披挂 身着戎装 居中而坐 两旁站立着十余员大将 帐下数十名清兵手指大刀 韦小宝桌旁 站着那座议员的荷兰教士 正在跟他说话 只听韦小宝说罗刹话 咱们跟菲尔多罗在这里喝酒谈话 假的不是真的话 谈了一个月两个月 谈来谈去都是假的话 大军偷偷向西 罗刹公主时时接到菲尔多罗 笨蛋报告 说正在跟他们谈话 他不怕甜甜和甜心跳舞睡觉 中国大军突然间到了莫斯科城下 进攻 奇怪的进攻 将两个沙皇索菲亚公主抓了起来 罗刹人哭了 跪倒投降 那荷兰教士道 行军打仗的事 我是不懂的 不过一面跟罗刹人讲和 一面却出兵偷袭他们的京城 那不是不讲心意用吗 上帝的道理教训我们不可欺诈 不可说谎 微小宝道 是罗刹人先骗人 大家说好了 双方卫兵携带火器 不可以 他们身上都藏了枪 短的 他们骗人 我们也骗人 他咬我 一口 我要他两口 打大的 那教士黑的一声 隔了一会儿说道 我劝公爵大人 还是不要打仗的好 两国开战 死的都是上帝子民 微小宝摇手道 别多说了 我们只信菩萨 不信上帝 那个非要多罗 如果公平谈判 让中国多占一些土地 本来是可以和的 可是他一离土地也不让 能我们打下了莫斯科 罗刹男人上天堂 女人 做中国人劳婆的 非要多罗 越听越心惊 按道 我的上帝 中国蛮子 真是无法无天 胆大妄为 只听 微小宝又道 今天我派了一个亲兵 在三名 哥萨克骑兵队长的身上 用手指 戳了几下 这三名队长 不会动 你见了吗 那教师道 我瞧见了 这是什么魔术 这是奇怪之急 微小宝道 中国魔术 承其思汗 传下来的 承其思汗 用这个法子 打得罗刹人 跪地投降 我们再用这法子 去打他们 罗刹国 又死了 非要多罗心想 当年蒙古人 只两万人马 一直打到波兰 匈牙利 天下无人 挡得住 看来定有魔术 东方人 古怪的紧 他们又来 使着法术 那 那就 如何是好 只听那教师道 罗刹人 如果远远开枪 你们的魔术 就没用了 微小宝笑道 是啊 因此 我们的假装 要在这里谈判 军队就去打莫斯科 像小贼一样 偷进城去 我到过莫斯科的 城里达代人很多 咱们的军队 化装为达代木人 混进城去 罗刹守军 一定不会发觉 菲尔多罗背上 出了一阵冷汗 心想 这中国小鬼 这条毒计 实在厉害得很 中国兵 乔装改办为达代木人 混进我们京城 施展起魔术来 那怎么抵挡得住 他不知双二的点穴术 是一门高深的武功 必须内功练到上乘境界 方能使用 秦军官兵数万 会点穴功夫的 只他一人而已 菲尔多罗却以为 这魔术 只需一经传授 人人会使 那么手指一碰 对方就动弹不得 数万中国兵 以此法去偷袭莫斯科 罗刹只怕要亡国灭种了 这听奈教师道 公爵大人 如果派两万中国兵 混进莫斯科 用成吉思汗 传下来的魔术 制入罗刹军 那么 要俘虏两位沙皇和摄政女王 的确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 不过这件事 必须十分机密 大军悉行之时 不能让罗刹人知觉了 公爵大人 今日的罗刹国 已十分强大 和当年成吉思汗 打仗时的罗刹人 是大不相同的 小宝道 我到过莫斯科 罗刹国的情形 都清清楚楚 我们明天一早 放了菲尔多罗回去 然后跟他谈判 都是假的 他不肯答应的 咱们在这里 多谈的一日 中国大军 就进了莫斯科 一日路程 那教室道 是是 大人一切 还是要小心 这件事 是很危险的 伟小宝道 知道了 你不能够说出去 不能让菲尔多罗 起了疑心 那教室答应了下去 伟小宝喝道 传王八死机 诸罗诺夫 亲自出仗 带了华伯斯基 和吉罗诺夫进来 伟小宝对二人道 明天我派两队人 去莫斯科 礼物很多很多 送给索菲亚公主 路上盗贼多的 多派官兵保护 伟小宝道 从这里到莫斯科 只有些小谷的 达旦强盗 也不算很凶 公爵大人 放心好了 伟小宝道 你不知道 打弹强盗 八九千人一队 有的二十个一千人 三十个一千人 华伯斯基和奇诺诺夫 对望了一眼 均有不幸之色 伟小宝道 我这两队人 分南北两路去莫斯科 王八死机 领北路的 诸罗诺夫 领南路的 两条路怎么样 华伯斯基道 从北路走 这里向西到赤塔 经乌斯乌德 绕过贝加尔大湖的南端 向西经 托姆斯克 厄姆斯克等城 到达莫斯科 奇诺诺夫道 南路起初的走法 是一样的 过了贝加尔湖分道 向西南经过 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 一路向西 经奥斯克 乌拉尔斯克等地 到莫斯科 伟小宝点头道 不错 是这样走的 我的礼物信 由中国使者 交给公主 你们两个带路 带得好 有赏 多的 带得不好 领兵中国将军 砍下你们的头 下去吧 两名罗刹队长退出去 伟小宝拿起 金批令箭 发号实力 一个个中国大将 公身接令 非要多罗 不知他们说些什么 但见所有接令的 中国大将 都是神情慷慨激昂 排胸握拳 指天示日 显示向主帅保证 说什么也要大功告成 有的身长 在自己井中一展 有的拔出匕首 在自己胸口虚刺 口中不住说 莫斯科 莫斯科 廖小室说 倘若攻不下莫斯科 宁可自杀 伟小宝 吉里咕噜说了一番话 四名亲兵 从桌上拿起一张大地图来 刚好对着 飞耀多罗 这件 伟小宝的手指 从尼布楚城 一路向西移动 沿着一条红色粗线 直指到一个红色圆圈 飞耀多罗 虽不识得 图上的中国文字 但一看方位 便知是莫斯科 伟小宝 说了一番话 手指又沿着另一条线 挨到莫斯科 飞耀多罗心想 这些中国蛮子 当真可恶 原来他们处心积虑 早就预备攻打莫斯科了 韦小宝又说了一番话 接连说到 飞耀多罗的名字 众将一听到 便得大笑 飞耀多罗心想 他们一定在笑我是傻瓜 骗得我谈判化戒 拖延时日 暗中 却去偷袭莫斯科 哼 我才不上当了 慢慢站起身来 心想 上帝保佑 让我发现了 中国蛮子 这个大诡计 可见我俄罗斯帝国 得上帝眷顾 定然国运昌隆 反正他明天 就会放我 今晚 不用冒险逃跑了 但见西边巡逻兵 来去不绝 东边 却黑沉沉的无人 悄悄回去 幸喜清兵 并未发觉 来到自己帐外 只见看守的三名卫兵 无子熟睡 于是进帐就寝 次臣 飞奥多罗 吃过丰盛早餐 随着亲兵 来到中军帐 魏小宝笑道 侯爵大人 昨晚睡得好吗 飞奥多罗 哼了一声道 你的卫兵 保卫周到 我自然睡得很好 魏小宝道 今日你不再生气了吧 咱们来谈谈 化戒的条款如何 飞奥多罗不答 从身边抹出手帕 又抱上了嘴巴 魏小宝大怒喝道 你这样倔强 我即刻将你杀了 飞奥多罗毫不畏惧 心想 你预定今日要放我的 这样装腔作势 谁来怕你 魏小宝大发一阵脾气 见他始终不屈服 无可奈何 只能说道 好 你这样勇敢 我佩服你了 帮你回去吧 你回去请好好休息 十天之后 咱们另上地点 谈判化戒 不要多罗心想 你拼命拖延 这时候只怕偷袭 莫斯科的军队 已出发了 我绝技 不会上你的当 说道 你放我回去 很是多谢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建议今天下午 就可开始谈判 不必等到十天之后 魏小宝笑道 这件事不用忙 大家休息休息 慢慢谈判好了 不要多罗道 两国君主都盼谈判早日成功 还是先签了化界条约 再休息不迟 魏小宝道 我们皇上倒也不急 那么咱们五天之后再谈吧 费亚多罗摇头道 不必耽搁了 就是今天谈 魏小宝道 再隔三天 费亚多罗道 不 今天 魏小宝道 明天 费亚多罗道 今天 魏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你这样坚决 我只好让步 不过我警告你 待会谈到化分国界之时 我是绝技 不会随便让步的 咱们一尺一尺 一寸一寸的来讨价还价 费亚多罗心道 化分国界 要一尺一寸的戏谈 等到谈妥 你们早打进莫斯科去了 你道我真是大傻瓜吗 挡起战机说道 那么逼人告辞了 多谢公爵大人的酒饭 魏小宝送到帐口 派遣一队腾牌兵 护送他 回尼姆楚城 那两百六十名 戈萨克骑兵 却不释放 弗耀多罗出的仗来 只见昨天 树立军营的地方 都已空荡荡的 大队清军 已拔营离去 他安安心惊 中国蛮子 说干便干 为时厉害 一行人来到 昨日会谈的仗前 只见那三名 戈萨克队长 呆呆地站在原地 所摆的姿势 人和昨天一模一样 丝毫动弹不得 清军中 跃出一名瘦小的军官 来到三名队长身前 口中大声念咒 大叫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过去在三人身上 拍拿几下 三名队长 慢慢能动了 只是站立了半天一晚 时代疲惫已急 双足麻木 一起坐到在地 六名腾牌兵 上前扶起 走出数十战后 三名队长 方能自己行走 非要多罗 更是亥义 成吉思汗 传下的魔术 果然厉害无比 难怪当年 他纵横天下 无人能敌 幸好现下 已发明了火器 可以不让敌人进身 否则的话 中国异教徒 又要统治全世界 我们信上帝的正教徒 都要变成奴隶了 清军腾牌手 直护送非要多罗 到尼姆楚城东门之前 这才回去 非要多罗询问 三名哥萨克队长 中了魔术的情形 三名队长都道 当时只觉后心 和腰间一麻 便记全身不能动的 非要多罗道 你们身上戴了十字架没有 三名队长解开衣巾 露出挂在井中的十字架来 其中一人还多挂了一个 耶稣圣像 不要多罗皱起眉头 心道 成吉思汗的魔法 当真厉害 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也逼不了邪 当即写了三道奏章 派遣十五名骑兵 分坐三路 向莫斯科告急 中国军队 以出发前来偷袭 行将化为达丹木人 混进京城 务须严加防备 中午时分 三路信差先后回城 说到西区的路 均已被中国兵截断 一件罗刹骑兵 远远的便射箭过来 实在难以通过 非要多罗心中愁急 寻思 只有尽快和中国蛮子 异定化界条约 那么他们便会撤回兵马 未排时分 非要多罗带了十余名随员 前去两国会议的帐篷 这次他全然不带 格萨克起兵 以示绝无他意 何况就算带了卫队 招架不了中国兵的 成提斯汗魔术 也是无用 非要多罗学识燕博 非要多罗学识燕博 办事干练 本来绝非 异于受欺之人 但罗刹人心中 对成提斯汗的畏惧 根深蒂固 双二的点穴之术 有十分精妙 他亲见之下不由得不信 他先到帐篷 不久韦小宝 佐尔图 铜国冈等清军大官 也即可到达 韦小宝见对方不带卫队 于是命护卫的腾牌手 也退了回去 双方说了几句套话 全然不提昨日之事 便即可开始谈判化剑 非要多罗但求谈判速成 事事让步 与昨日态度迥然不同 韦小宝心中暗笑 知道昨晚 周瑜群英会系讲干的计策 已然成功 他与化界之事一窍不同 当下便由索额图 竟由教师传议 和对方商议条款 只见索额图和菲尔多罗两人 将一张大地图扑在桌下 索额图的手指 不断向北指去 菲尔多罗皱起眉头 手指一寸一寸地向北退让 这手指没在地图上向北退让一步 那便是百余里的土地归属了中国 韦小宝听了一会儿心感不耐 便坐到另一张桌旁 命侍从取出石盒 架起二郎腿 慢慢咀嚼高柄点心 鼻中低横十八摩小调 菲尔多罗决心退让 索额图怕世中有变 也不为以慎 但条约文字谨言 双方教师一一译成拉丁文 反复商议也费时甚久 到第四日傍晚 尼布署条约条文六条 全部商妥 韦小宝得索图和同格纲解说 知道条文内容 与中国甚为有利 各归中国的土地极为广大 远比康熙遇事者为多 条约共为四份 中国文一份 罗刹文一份 拉丁文两份 定名双方文字中 如有意义不符者 以拉丁文为准 当下随从摩德农墨 赞德比堡 恭请中国首席钦差大人签字 韦小宝自己名字的三个字 是实德的 只不过有时 把张字看成了为字 麦字当作是宝字 三个字连在一起 就不大弄错了 但说到书写 小字勉强还可对付 余下一头一尾两字 那无论如何 是写不下来的 他生平难得脸红 这时竟然脸上 唯有朱砂之色 不是寒怒 也非酒意 却是有了三分羞愧 所恶图是他知己 便道 这等合同文字 只需签个花牙便可 为大人胡乱写个小字 就算是签字了 为小宝大喜 心想写这个小字 我是拿手好戏 当下拿起笔来 左边一个圆团 右边一个圆团 然后中间一条杠子 直笔的树枪下来 索图微笑道 行了 写得好极 为小宝侧头欣赏这个小字 忽然仰头大笑 索图祈祷 为大帅什么好笑 为小宝笑道 你瞧这个字 一个雀儿两个蛋 可不是那画儿吗 清方众大臣 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连众随从和亲兵 也都笑出声来 菲尔多罗 瞠目而是 不知众人为何发笑 当下 尾小宝在四份条约上 都画了字 在罗刹文 那份条约上 中间那一纸 画得加倍巨大 然后菲尔多罗 索额图 俄方富士等 都签署了 中俄之间 第一份条约 就此签署完成 这是中国和外国 所定的第一份条约 由于康熙筹划周详 全力以赴 所显人员 又十分得力 是以尼部署条约画界 中国大占便宜 约中规定 北方以外星安领为界 现今苏联之阿木尔省 及滨海省 全部土地 净属中国 东方及东南方 至海而止 双方一界之时 该地区原无归属 中国所占之地 也非属于罗刹 但罗刹已在当地 铸成殖民 签约后被迫撤退 实为中国军事 及外交上的 一大胜利 约中划归 中国之地的面积 达200万平方公里 较至今日 中国东北各省 大一倍有余 此约之力 使中国东北边境 获至150余年之安宁 而罗刹 东京受阻 其日野心得以消极 自康熙 雍正 乾隆 筑巢而后 满清与外国签约 无不丧全失地 康熙和韦交宝 当年大振国威之雄风 不可福建得于后世 依据当时习惯 双方同时名炮 向天立誓 信手不欲 清方大炮四百余门 在尼姆楚城 东南西北四方 同时响起 大地震动 俄方大炮 只二十余门 炮声寥寥 强弱之势 相差 实不可以 道理计 非要多罗 暗中侥幸 倘若议和不成 开启仗来 俄国 非一败 涂地不可 当下两国使臣 互赠礼物 非要多罗 赠给伟小宝等人的是 石表 千里镜 银器 雕皮 刀剑等物 韦小宝赠给对方使决的是 马匹 安颤 金杯 丝绸衣物 仇捐等物 此外 两百六十余名 哥萨克骑兵 各赠文银二十两 以赔偿被清兵 割断的裤带 当晚大张筵席 庆祝约成 非要多罗 污子担忧 不知前去偷袭 莫斯科的清兵 是否既可召回 不断以言语试探 韦小宝 只是装作不懂 过的两日 菲尔多罗得报 有大队清兵 紫西方开来 他登上城头 以千里镜瞭望 国剑一队队清兵 紫西而来 渡过尼布楚河 以东扎营 菲尔多罗大喜 直到西亲的清兵 已然召回 他哪支大队清兵 只在尼布楚之西 二百里外 驻扎后命 一听的炮声 便即拔队 缓缓而归 有过数日 实际上已将戒碑 雕凿玩具 碑上共有满 汉 蒙 拉丁 及罗刹 五体文字 戒碑分立于 俄尔比奇河东岸 俄尔古纳河南岸 以及 吉东北支 唯一科阿林 大神各处 碑文中书明两国 以俄尔比奇河为界 寻此河上流不毛之地 有山明大兴安 以至于海 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西河 净属中国 山北一带之西河 净属俄罗斯 又书明 将流入黑龙江之 俄尔古纳河为界 和之南岸属于中国 和之北岸属于俄罗斯 其南岸之 梅勒尔克河口 所有俄罗斯防射 前夕北岸 又书明 雅克萨所居 俄罗斯人民其诸物 进行撤往 查罕汉之地 又书明 凡猎户人等 断不许越界 如有相聚持蟹捕猎 杀人强掠者 进行捕拿正法 不以小顾阻碍大事 中俄两国和好 勿起争端 两国钦差派遣部署 勘查地形无误后 树立戒碑 此戒碑所处之地 本因为中俄两国 万年不义之分戒 然一百数十年后 俄国乘中国国势衰弱 竟足不蚕食侵占 致当年分戒于不顾 吞并中国大片高仪之地 后人独死至此 溃然探约 安德康熙韦小宝于地下 足比狼子野心 只罗刹人而赴我故土灾 树立戒碑已毙 两国钦差行礼作别 分别首途回京复命 韦小宝招来 华伯斯基 以齐罗诺夫 命二人呈奉礼物 给索菲亚公主 其中既有枕被 又有绣枕 北国荒比之地 这些事物无处购置 均是双耳之物 卫小宝笑道 公主如当真想念我 就抱抱四棉被和枕头吧 华伯斯基道 公主殿下对大人阁下的情谊天长地久 棉被枕头容易残破 还是请大人派几名主桥技师去莫斯科造作石桥 那就永远不会坏了 卫小宝笑道 我早已想到此节 你们不必啰嗦 命亲兵抬出一只大木箱 长八尺宽四尺 碗丝一口大棺材一般 八名亲兵用大杠抬之而行 显得甚是沉重 箱外铁条重重缠绕 封的封条以火器封固 卫小宝道 这件礼物非同小可 你们好生江户不可损坏 公主见到之后必定欢喜 这天长地久的情谊和中国石桥完全一般牢固 两名楼叉队长不敢多问 领了箱子而去 这口大木箱重欲千金 自尼不楚万里迢迢运到莫斯科 一路之上着实劳顿 索菲亚公主收到后打开箱子 竟是一座韦小宝的裸体石像 笑容可居 栩栩如生 原来韦小宝招来雕琢戒碑的石匠 凿成此像 又请荷兰教师写了 我永远爱你几个罗刹文字 雕在石像胸口 索菲亚公主一见之下啼笑皆非 详细的中国小孩古灵精怪 却也非罗刹男子之可及 不由得情意绵绵神池万里 这石像便藏于克里姆林宫中 后来彼得大帝发动政变 将索菲亚公主驱足出宫 连带此石像击碎 唯有部分残驱为兵士携带出外 罗刹民间无知妇女向之膜拜求子 抚摸石像下体 据称大有灵雁云 第四十八回完 第四十八回完